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开始 在第一小节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本讲的内容 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 十七世 十六 十七世纪 可是我想从 1918年的一个演讲讲起 1918年 德国科学家和哲学家 马克思韦伯 在自己著名的演讲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提到 看看这句话 悠悠千年 我们都专一的 皈依基督教伦理 宏伟的基本精神 据说不曾有过二心 这种专注已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 不过我们文化的命运已经注定 我们将再度清楚地意识到 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 1918年 一战刚刚结束不久 德国战败 遭遇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不止德国 整个欧洲都情况不妙 那时候人们普遍 被一种悲观主义情绪笼罩 不少人觉得西方文明的末日即将到来 而在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反思中 他们认为末日的到来 不是没有理路可循的 就以韦伯为例 他为欧洲文化的变迁做了一个大的判断 他认为欧洲历史从16、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都被一个相同的主题笼罩 那就是理性的崛起 在这接近500年的时间里 理性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直到最后吞噬了一切 导致依仗后欧洲精神的虚无化 和理性相对的是 启示宗教 也就是基督教 韦伯讲 悠悠千年 我们都专一的归依基督教伦理 宏伟的基本精神 这意味着是理性突破了基督教精神的束缚 用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的对立来说 这就是理性 reason 对启示 revelation 的挑战 而这种挑战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 这种说法并不是无根由的 我们知道 理性最好的代表 无疑是现代科学 而科学革命就是发生在16、17世纪 从此开始 理性对启示 开始进行了严肃的挑战 按照我们一般的划分方法 中世纪从五世纪 西罗马帝国覆灭算起 一直到15世纪 拜占庭帝国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被土耳其人灭亡 所以韦伯才讲 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内 欧洲都被基督教精神笼罩 当然 这种说法 在现在细致的中世纪史研究看来 可能不太准确 对中世纪史的研究 当然取得了很多有趣的成果 我们对那个时期的了解也更多了 比如 基督教当然是逐渐征服整个欧洲的 并且他最后退出并失去影响力 花的时间也更长 也更复杂 这也是我们要区分早中晚期中世纪的部分原因 早期中世纪 基督教逐渐蔓延至整个欧洲 中期也就是所谓的high middle ages 是基督教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 而晚期则是基督教逐渐影响衰退的时期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支持者看来 中世纪虽然不乏一些决定聪明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但总的来说 那是一个崇尚宗教权威并且愚昧不堪的时期 文艺复兴要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而启蒙起的就是愚昧 崇尚权威之蒙 不过这种说法在现在的主流历史学界已经不再流行了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 那就是其实从中世纪到后来的十六十七世纪 这个十六十七世纪在英美学界 有时候也说是早期现代 early modern 就是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 其中有很强的延续性 二者之间的断裂并不大 有的历史学家还认为 中世纪的这个概念干脆就是不适用的 因为这是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和后来的启蒙哲人 为了凸显自己与之前时代的不同 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用来描述中世纪那段时期的历史并不准确 更多只有一个文艺复兴和启蒙结束之前 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意义 但我们必须要辨析一下这个说法 到底谁对谁错 还是都有道理 首先我们笼统的讲 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 当然二者之间有相同点 这里我们叫延续性 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同点 这时候我们叫断裂 一个人关注延续的部分 还是断裂的部分 这完全是一个个人的爱好和品味的问题 没有科学研究上的意义 所以所谓从中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 这里边到底是延续还是断裂 如果这个问题不首先确定要研究的范畴 比如是要研究社会制度呢 还是经济运作模式 是要研究科学和哲学思想呢 还是宗教神学 如果不确定范畴 那么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没有具体的意义 所以我们讲 只有确定了具体的范畴 才能研究从中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 是延续还是断裂 具体来讲 是在哪些地方延续 哪些地方断裂 所以我们当然承认 从中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 欧洲思想文化和社会风貌 是有很多延续性的 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但是我们注意 就我们科学技术史 这门课程的关注点来说 我们更关注早期现代 和中世纪之间的断裂 这也是我们要谈科学革命的原因 另外十六十七世纪 开始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属于更大的一个理性 对于启示的挑战的一部分 这对欧洲历史的进程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这种断裂 韦伯才会在二十世纪初期感叹 在走出中世纪的时候 欧洲告别了基督教千年亡国 从此欧洲的文化命运 开始朝着所谓理性 大踏步迈进 好了 同学们 本小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